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頻道 鍾家欣作為TVB 的花旦 她在很多繪疾人口的劇集中留下了不少經典演出 當中在《守神傳》裡面飾演的《好彩妹》就是其中之一 令人印象難忘,尤其是每次提起笑口常開 《好彩自然泥》那句金句 人家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好彩妹》 甚至手指要繪跟她學樣豎起大帽子 這個形象已經深深樂印在粉絲心中 即使時間流逝,都不會輕易忘記 記得當年那套劇熱播的時候 鍾家欣還是一個靚靚小妮子 轉眼間,她已經38歲,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 她和丈夫結婚後,知道伴侶喜歡小朋友 六年之內就生了三胎 生第一胎時,她帶出血魂倒 要休養兩三個月之後才可以走路 其時已經有醫護人員建議不要再冒險 但她反而又懷想了二胎 二胎時,鍾家欣簡選在家自己分娩 足足忍受了18小時的慘痛才迎來了兒子 無論一胎還是二胎,她都是抱著冒險精神 勇於接受挑戰的決定 完全沒有將生子的風險放在眼裡 甚至還一直鼓勵她迎接第三胎 終於,在2022年10月27日的時候 鍾家欣開心供她三胎產女 家庭從此龍鳳滿堂 從她分享的消息中我們可以感受到 今次分娩雖然都是選擇在家裡進行 這麼多喜悅之中,都沒有透露過程中有無異常 只是喜喜揚揚宣布了她們整個家庭幸福升級 而且鍾家欣的女兒初生之時就已經是個美女種 一頭烏黑兩窄的受法,高挺的鼻和好美的嘴型 生得那麼搶眼,將來五官發展成熟後 毫無疑問會跟媽媽一樣成為眾人焦點 在她官宣的消息下面 老公Jeremy特登貼出了三位小朋友初生的相片 令到不少網友發現,這三個蛙兒性別不同 但是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沒一樣樣,真是相似到不得了 在Jeremy分享的相片裡面,可以見到左邊第一張是家中長子 中間是耳仔,右邊就是細妹 三兄妹的五官都似到可以,初生時眼仔細細 嘴巴和鼻子的形狀都一模一樣 真是不要說,她們三個幾乎可以說是複製來的 是幾多個娃娃之中都認得出這一家人的家族特徵 似到連Jeremy自己都忍不住驚嘆 想看下哪個的基因那麼厲害 這樣你就知道整家人品相有幾點了 網友見到這個對比相,都紛紛留言 三個好像複製貼上的三個都是一個樣 等等都顯示了中家恩家頭的三位小朋友 真是親兄妹,大家都好奇 她們大過之後會不會更加越長越似? 家女頭歡迎新成員 一家四口變成了五口啦 這個肯定是喜事一莊 但是都不要忘記要好好照顧產婦 要做好月子的照顧 不是的話日後身體可能會吃不消 說到中家恩的感情史 其實她結婚之前都只是談過兩段戀愛 早前她和五韻龍因為合作十分愛這出電影 互相拿出真心 五韻龍更加是對中家恩癡情追求 兩人的愛媒關係盡人皆知 可惜中家恩對將來規劃的不同想法而畫上句好 結束了長達半年的溫馨戀曲 更加有傳聞指 中家恩希望三十五歲前就有自己的家庭 向五韻龍提出婚姻大事 但對方似乎對此尚未有明確打算 再加上事業發展不如意 令中家恩不想再等下去 於是決定單身一路 當年五韻龍曾經努力挽留曾經的愛情 但可惜終究無疾而終 分手後她情緒一度失控 在香港演藝人協會的聚會中 因為喝多了酒忍不住哭了起上來 至於中家恩 她和陳展鵬因為合作句論而有了一些傳聞 據說陳展鵬曾經積極追求 中家恩卻始終無意 最後這段傳聞亦無疾而終 經過和五韻龍的八年感情長跑後 中家恩已經疲憊不堪 其後雖然身邊不乏追求者 但始終未有遇上能令他決心共度一生的人 直至遇到了現任老公Jeremy 中家恩分享過自己其實和Jeremy並無交集 是因為親姐姐的手傷求意 去到家附近之名的姊姨Jeremy的診所 這樣受到對方親切有禮 於是中家恩姐姐搖身一變成為媒婆 為中家恩和Jeremy撮合造成了這段恩緣 之後兩人很快就走進婚姻的殿堂 回顧他的成名時 話說中家恩比個時十九歲 三頭六臂禁讓黃素多個選美大賽 混個華華約小姐冠軍 國際華約小姐大獎通通拿走 簡直是當年個選美皇后 當初中家恩來到香港參加比賽那時 自己都覺得自己 在那些香港姑娘當中 自己是正得來幾乎聽不到聲 猜不到會出頭 就是競選的前夜 陳慧琳作為評審之一 讚他笑容嘟嘟好甜美 一傳十、十傳百 瞬間中家恩人氣急升 最後那晚當中獲得頭獎 陳慧琳對中家恩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貴人 他開啟了中家恩入來演藝界的大集門 最初參加完比賽 中家恩本以為會返去加拿大 繼續追讀學業 誰知運氣不錯 居然拿到了一份TVB的合約 這個時期 TVB剛剛經歷了六花彈爭鋒時代 有種行象就木的感覺 而中家恩在權行兩邊之後 選擇簽子留在香港 隨即主演了第一部劇集 而且一上來就做女主角 連龍套都未試過 中家恩的演藝路越來越順 在街大歡喜入面 他和劉海威個對CP一拍職甲 又和馬俊偉搭檔 隨著時間流勢 第二年隨時後命就將他和鄭伊健 蛇絲萬三人擺在一起 快要成為TVB個屋的主角那樣 你用遙控器轉來轉去 都很容易找到中家恩 那對情節的大眼仔 和俏皮的李窩笑容 但是好景不常在 中家恩在TVB食鹽食飯足足17年 提名了他事後的次數都屈自可掃 結果胡定欣都領長返家 港女中家恩還繼續拿空 2008年他手上有五套大劇 一套電影 無線抬青後未算誇張 按耐不住心底的野心 中家恩開始嘗試轉型 在華麗轉身扮演有野心又敢言的 司徒滴滴 整個人都好像換了個樣子 或者是珠光寶器那個自大富家女形象 每一次的突破都為他贏了不少支持者的心 不過好像很多明星一樣 是成功事業的同時 家庭生活都一樣重要 生了三個子女之後 有人擔心中家恩會繼續埋頭虎做追求四胎 最近他確實宣喜獲四寶 粉絲們固然為他高興 又有些擔憂他會不會顧不住身體 他的前度五韻龍聽到喜順後 都運慶祝福 希望中家恩在做好超級媽媽角色的時候 都要照顧好自己 在香港做媽媽已經是滿滿記光明的 不管呢 行山攝水總有風險 我們的明星三次做媽媽都算是減到命 若果再孤注一擇爭取第四胎 風險實在太大 況且 她38歲的年紀 已經不再是彈力十足的少女了 作為一個母親真是一個榮耀職位 但是記得要量力而為 不可以認知到身體負荷不到 仍然固執做下去 這樣只會拖累自己的健康 沒有些好處 那些粉絲都是希望她身心健康 有福氣 等到對的時機再作出抉擇 我們大家都會繼續撐她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裏 下一回再聚